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语成称 一语成称这个词 我当初不会念 然后后来 在我的节目中 我跟大家预言的东西 一语成称 说过几个 其实七的定数是一个 只不过很多朋友相信 就是说调侃的成分高 陶哥就喜欢那口 就算了 一语成称 大家还记得亚利桑那州 亚利桑那州 在州参议院 要去 在整个审计技术做完之后 要去调这个 路由器 对不对 要去调路由器跟密码 结果呢 人家不给 对吧 人家就不给 不给的时候 那怎么办 就得他要发出新的船票 同时呢 关键他要能够调动 动用总检察长 他要动总检察长 他要引述相关的法律 那对方去拒绝执行 参议院的这个船票 这等于是拒绝执行法律了 对吧 法院的法律了 那就这个时候 参议院就曾经 在两个星期之前 今天是8月10号 不到两个星期吧 一个半 一个半星期之前 八个工作日 大概就按工作日 当时参议院投票 就要要求 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 去执行参议院的命令 要求勒令 这个从法律角度来讲 勒令 马里科帕县的监水 必须交出路由器 因为他们设定他们违法 因为他们拒绝执行 参议院的这个船票 结果在参议院投票的时候 他得投票吗 参议院投票的时候 这个亚利桑那州的 共和党人呢 占16票 民主党人占14票 大家记得这事 结果其中一个共和党人 反了 反了他去支持民主党人 他把共和党人好一通这么骂 他一反了变成15对15了 瞎猜了 这决议就没弄出来 范恩也就没戏了嘛 然后这个贝内特就是这件事情的主管 也就说这回瞎掰了 就等着跟马里科帕县人商量了 他是那么说的 那商量就没戏了 大家还记得 川普为此很发怒 还写了一篇东西 把那个共和党人给骂了 结果那共和党人也不份儿 在推特上把川普也给骂了 那大家就这么骂来骂去 那你没结果 我们当时跟他说 我说你看 我这个事儿 共和党没招了 他唯一的一个办法 就是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人出事 民主党人出事 一语成谶 民主党人出事 亚利桑那州的参议院 一个年轻的议员 民主党人 他跟16岁的男孩发生性关系 发生性关系 结果呢 这是六天前 今天是星下 所以这件事情爆发 是上星期四 我们当时没有报 因为他当时呢 他不输口 但是呢 当时亚利桑那州的州警察 已经抓他了 然后就提出他要辞职 逼他辞职 他就不辞 他不辞 你就没招了 人家还是有那一票 结果他今天宣布辞职了 警方说 纳瓦雷特承认 羽怡未营 12岁的男孩之间 出现了问题 他其实就是跟人有不正常性关系 但是那个男孩 这都是神经病 你让我说都是神经病 那结果 被人给录音了 他我不知道是设的局啊 还是反正就是有录音 有音频 有音频 应该是他牵扯到三个 两个15岁的 一个12岁的男孩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他今天辞职了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 他辞职 亚利桑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民主党少了一票